2023年即将结束 各类年度榜单后续公布 近日 2023年内地娱乐圈男星影响力榜单更新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肖战几位列第二 第一名则是一个没人熟知的黑马 第三名 王一博 尖叫之夜刚落幕 众多明星出席该活动 从整体上看 王一博的关注度非常高 虽然2023年 王一博没有电视作品与观众见面 但王一博却有三部电影播出 分别是无名长空之王热烈 这三部电影都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 正因如此 在尖叫之夜 王一博获得爱奇艺电影单元年度男主角奖 到2023年内云南明星影响力排名话题登上热搜后 王一博的粉丝直接拿出实战 从上映三部电影角色获奖 到时尚界海外人气鼎沸 再到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主题去演唱 王一博绝对是正能量的明星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乘风破浪》 将在2024年播出 在这部剧中 王一博饰演金融天才 让我们共同期待他的表现吧 第二名 肖战 2023年 肖战共有三部电视剧开播 分别是梦中的那片海玉谷摇 娇杨伴我 这三部电视剧都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 一年内播出三部电视剧 并且每部电视剧都是有效播剧 这绝对是非常难得的 虽然肖战的作品集中播放 但他目前正在拍摄新的电视剧 从这点上看 肖战的事业粉是非常满意的 看到微光荣耀入围的各项榜单后 网友们忍不住问 这是认真的吗 因为肖战的流量被批成为 三分都能造就三个顶流流量 角色 电视剧主题曲 纷纷罢榜 这绝对是实力的一种证明 很多网友都表示 肖战绝对是实质名贵的顶流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肖战因为电影拍摄形成和即将进组 所以很多活动都不去了 比如尖叫之夜 但这并不妨碍肖战的各项数据亮眼 第一名 程毅 看到程毅排在第一名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忍不住问 这是认真的吗 虽然有些网友会忍不住问 但我们要知道 程毅的各项数据都非常耐大 很多观众都是因为流离认识程毅 因为程乡如屑认可程毅的演技 因为莲花楼喜欢上程毅 不得不说 莲花楼能成为在众多古偶剧 脱颖而出的悬疑武侠剧 这部剧的质量绝对没话说 很多观众都认为 程毅是天选李莲花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 很多人都表示 古装男第一是程毅 古装女第一是赵露丝 他们两个可以将古装赛道 把得紧紧的 因为他们两个主演的古装剧 不仅数据号 平台愿意买 招商也多 最关键的是有效播剧也多 所以程毅排在第一名并不奇怪